这些东西不到万不得已 就先别拿出来 楊朔拿着大钻戒向周楠楠表白失败后 就立马争夺起儿子的抚养权 目的是把小楊带到国外上小学 你不能断送小楊去国外学习的机会 楊朔找李修平代理抚养权案件 周楠楠的律师则是苏清 苏清告诉周楠楠 稳定的收入对判决至关重要 这也意味着周楠楠赢得抚养权的几率并不大 因此苏清找到李修平想要庭外和解 但李修平知道 苏清只有在没有胜算的时候才会用这一招 因此二人互不相让 最后周楠楠只能把所有的希望 都寄托在了又生小的姚浩上 只要小楠能上一个好学校 楊朔就有可能输掉官司 不幸的是最终小楊姚浩失败 而楊朔则赢得了抚养权 小楠崩溃大哭不愿离开妈妈 周楠楠只能忍痛接受楊朔的建议 把小楠送到他家去住 让小楠尽快习惯没有妈妈的生活 卢川提醒周楠楠 小楠还有最后一次机会 原来外国与小学在姚浩之后 还要面向全市招生 在这次考试中 小楠因为独特的思维和创造力 最终被成功录取 得到这个消息的楊朔告诉周楠楠 真正改变他心意的是小楠 小楠的懂事体贴让楊朔明白了 周楠楠把儿子培养得很优秀 这些都是自己做不到的 最终杨朔放弃了抚养权的争夺 选择独自出国